创业时代罗维拒绝三大集团,选择郭新年,我是创业者不是打工。 杨颖、黄轩、周一维、宋毅等主演的电视剧《创业时代》正在热播中,郭新年一开始还像一个出那个青年的样子,但是在魔晶研发成功后他着实膨胀了,尤其是在拿到洛菲斯的投资后,身价暴涨,有那种爆发户的感觉。 田几集与温迪发生感情也是让人三观尽悔,声音听不出来也就算了,完事后直到温迪不是纳兰还说出那样渣的一句话,我喜欢你的身体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。 郭新年是被温迪迷住了,又是给股份又是看房子,就差没有领证了。 好景不长,郭新年还没有开心几天魔晶就遇到新的问题,当初郭新年和团队的设想是将魔晶变成微软,变成苹果,但是这都是不现实的。 最新的剧情中郭新年的魔晶遭到苹果的起诉,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下架。 郭新年是瞬间就憋气了,团队也分崩离析,纷纷想把手中的股权卖出去大赚一笔,拿了郭新年5%股份的温迪也在一旁落井下时想要卖出手中的股份,不过郭新年坚决不肯,当了一回暴君否决了众人的意见。 这时候的郭新年又想到了纳兰,厚着脸皮向纳兰求助。 如果问题还是解决的,恰好这时候罗维在魔晶的基础上写了另外一个软件,罗维瞬间成为三个集团竞争的香波波。 罗维是有自己野心的,他岁月没有加入,而是在郭新年求助后主动加入魔晶团队,久居地下室的罗维终于可以走出来了。 其实罗维答应郭新年并不是什么兄弟情深,因为他知道自己无论加入哪一方都只是一个打工仔,而他要做的事是一个创业者。 郭新年在创业时代中最可怜,被男二号抛弃后又被男三号冷落。 创业时代中除了女一号杨颖之外,最引人瞩目的要算饰演温迪的宋毅了,宋毅在剧中跟杨颖是同事关系,是一个为了爱情甘愿付出一切的女人,不过宋毅这次比以往的角色更惨,接二连三被几个男主角当成备胎。 虽然宋毅年纪不大,但是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打滚十年了,出演过的电视剧接近三十部,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,宋毅只在几部小投资的电视剧中担任过女一号,其他作品中都是担任女三号,或者一些小角色。 宋毅担任女二号或者女三号的角色也很有特点,比如伪装者中的余曼丽,传奇大亨中的徐梦等,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备胎,结局都是眼睁睁地看着男一号跟女一号走到一起,自己则孤独一生,可以说结局都非常凄凉。 自宋毅出演创业时代中的女二号温迪,感情经历比以往的角色更加悲惨,跟男二号周一为相知相识相恋, 为了男二号忍气吞声地进行地下恋情,在男二号白手起家的困难时期给予莫大的帮助,甚至心甘情愿地卖掉房子帮助男二号发展事业,但是最后却被男二号无情地抛弃了,男二号居然爱上了自己的好闺蜜杨颖,宋毅在剧中真是太可怜了。 男二号戏弄还不算,后来宋毅在剧中凭借自己的能力结识了金城的父亲,并且获得了他的青睐,最后被强制性的许配给了大少爷金城, 但是金城根本就不喜欢宋毅饰演的温迪,最后这对被乱点的鸳鸯也只能不欢而散。 也就是说温迪被男二号挪为抛弃之后,又被男三号金城抛弃了,男二号和男三号都同时爱上了女一号纳兰,宋毅在剧中前前后后当了两次被拍, 不过这次比较走运的是没有当黄轩的被拍,不然创业时代的感情戏真是乱套了。 宋毅的面容清秀可爱,给人的印象是青春,乖巧,拥有温婉清新的气质,犹如迎面吹来的春风, 但是他的气场还是很难驾驭其女一号,主演的几部作品都以失败告终,看来宋毅想要突破限制的桎骨,需要揭拍更加优秀的作品才行。